我們早前就報道過 環保署為了減少家居廚餘氣質量 在五個公共屋邨設立了一些智能廚餘機 現在差不多一個月時間了 讓我們和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情況 來到尚德邨這裏 下午開始已經陸續見到居民 拿著桶或者拿著袋 來到這裏賭廚餘 每個都看起來介輕就熟 Hello 你好 你不是經常做這個儲藥回收嗎 是啊 是的 每天都做的 每天都做 儲了很多分 儲了很多分 剛剛今天又儲了一個 你覺得它的流程是否容易做 儲藥回收 容易的 但是有時候門不是關得那麼好 同時它的洗手液有時候會沒有 都乾淨的 我見到收廚餘的清潔工人 都會擦一下旁邊的東西 你會不會想有多幾步放在屋邨 希望吧 因為回收了 自己家裡的垃圾桶是沒有那麼臭的 試驗計劃就在尚德邨實行了超過三星期 至今有整四成的居民參與 有些還日日下來倒廚餘 吳小姐也不例外 吳小姐 你現在煮飯會怎樣處理那些廚餘 是這樣的 比如果皮擦完之後 我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吃完飯 剩下的飯 或者那些比較軟熟一些 我都會放進去 骨頭我就會放在垃圾桶 即骨頭那些就不可以回收的 是呀 比較硬的那些就不會回收 吃完晚飯 我就會這樣倒進去 那個骨頭裡拿進去 打在大桶的箱那裡 你會不會說 儲了一桶才拿進去做回收 一天我就會搞定了 我都會倒掉 一天就起碼都清一次 是 有甚麼驅使你去做這個儲業回收 環保 還有覺得也好一點 還有儲了 去換買 煮完飯 我們就去倒廚餘了 吳小姐已經準備好廚餘 我們現在出發 吳小姐 我們現在要做些甚麼 去做回收廚餘 現在就這個骨頭這樣掃一掃 它就開蓋了 我們這個就這樣倒 你剛才就說 你天天都會下來倒廚餘的嘛 你覺得會不會很麻煩 還是這些步驟又OK方便呢 不麻煩的 因為吃完飯要倒垃圾的嘛 你覺得你現在開始回收廚餘 對你有甚麼影響呢 會不會在環保方面 你都覺得自己好像出了一分力 就是環保 出了一分力 還可以換買 換麵 幫到人幫到環境就固然好 但之前有報導就說廚餘機有壞機 或者有供不應求的情況出現 議員 現在的廚餘機的使用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廚餘機的使用情況是非常熱烈的 環保署擺了八部在我們上德村做一個先導的計劃 大致每天都收到兩桶的 即每一個座頭有兩桶 每桶是大約120公斤 我覺得非常理想 應該值得去推動 根據你們統計 大概有多少人去用這部機呢 現在在上德村 它大概有5600多戶 大概四成 都會有2000多戶 但聽聞之前有壞機的情況 我看是存在的 我聽到一些居民 壞機其實會頗不開心的 原來我了解 其一就是它的訊號 因為它要用Wi-Fi去拍卡 因為可能Wi-Fi訊號 第二 有些居民就說 想快速地聞不到廚餘味 所以就加快拍兩下 而可能引致這些漏洞 令到效益不理想 我覺得兩方面都要去改善 我會建議政府或者房屋處 和電訊供應商 可以加大Wi-Fi訊號 令到市民快速可以做到 這個數據的資料 他們做了一些積分 變成有些誘因 令到他們覺得 我參與這個廚餘的回收 他除了可能有些 做了一千幾百分 可以換一些積食麵之外 也都覺得對自己 對社區有一些環保的意識 自己今天選了 或是或者在地獄